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前面的咱们几乎已经学了 学完赛神处理的 对不对 对 试想一下 现在我们用学过的知识 如果做一个网站的话 赛神咱们讲过的内容够不够用 够用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处理一些小网站是够用了 对 但是对于一些大的网站 它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咱们有讲到 对吧 所以咱们这几个开始学如何处理赛神的一些高级的应用 也就是设置赛神的存储 那具体内容咱们这几个会详细的说到 对吧 那小网站就用前面的方式就足以足够了 对不对 那什么样的情况不行 来 我们摄像一下 比如说 我们看一下 咱们在存取赛神的时候 它默认的这种方式是不是用文件记录的方式 对吧 用文件记录的方式 你看一下 是不是在这里边 存的是赛神的文件 对不对 现在咱们现在是属于实验环境 对吧 实验环境的话 我们赛神文件是不是各种是有限的 而且咱们也接触过什么垃圾挥收 对不对 对吧 如果登录的用户非常的多 那有时候多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 同时在线有上千万个人 对吧 但也不用这么大 比如说几万人 那样的话 你想这个文件 每个人刷新的退出登录 垃圾挥收机在挥收不及时 那这里文件有可能有十几万二十几万个 是不是这样 对吧 那有一百万的用户 这里面就有几百万个 对吧 有一千万个 这里就几千万个 对不对 那想象一下 咱假如说咱往多了说 这里面有一千万个文件的话 对吧 那一千文件用户通过文件名去找对应自己的 对吧 对 那每个用户访问一下 都在一千个文件中找自己的 一千万个文件中找自己的 是不是效率很不一样 对不对 对 那有的时候 那图片不也是用户录存的吗 咱说了 处理图片之类的 咱们需要把路径怎么办 按 咱们可以设置 对不对 比如保存文件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年户录录 一年的文件在节目录下 年下边的用月节目录 月下边的用日节目录 对吧 那比如说 您想找2014年5月18日的 这个片的所有图片 图片名上就标记2014年5月18日这样的标记 对不对 那直接到这个目录上找一天的图片才能有多少 如果把所有图片都放在一个目录下 肯定效率非常的低 对吧 所以能处理图片可以分目录 对吧 那是咱们自己可以 写一个小算法就可以搞定了 那塞生这种是默认存到这的 对吧 那一千万个用户访问的话 这下面有一千万个文件 那咱们怎么把它划分目录 对吧 就能解决找图片慢的问题 对吧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呢 我们在做页面的时候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缓存 比如用mimicash用树的库啊 瑞里斯啊 就浪色的那些 我们想缓存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做缓存 对不对 嗯 而妈没看这种呢 他说自动完成的 内部完成 对不对 我们想把它缓存 或者是用一些算法去搞 我们现在根本都没办法 是不是这样的 对 或者是我们写数据或者什么的 我们想加密什么的 你只能在应用层上 付 比如说给三人数组复制前去加密之类的 那能够用系统自动完成呢 我们现在学的支持也没办法 对吧 那最主要的 我们还有没办法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 对于大型的网站 大网站啊 大网站呢 比如说 我现在买的服务器 对吧 就是花的钱再高 这个服务器是不是硬件上也是有一些限制的 对 就是你你买的车买的再好 他们速度或者机械是不是有一个负载的一个值啊 对吧 那咱们做服务器的机器也是一样的 一台机器肯定有一个硬件的一个瓶颈 对吧 你花几百万买的它有一个上限 而网站的发展的增长是没上限的 是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用户越多 怎么他也能承受不管多少用户 你一个用户他也能访问 对不对 一个用户他也能访问 是得做一个这样的网站的 那你一个用户用一台机器吗 你花多少钱买的 你也买不到这样的机器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做大网站的时候 有一个技术叫做负载均衡 对吧 负载均衡其实很容易实现的 比如说 一台机器 我们买的 比如说花两万块钱买的机器 比如说六核的 CPU的 对不对 然后64G内存的 对吧 然后比如说这里边硬盘多大 咱们咱就不用多说了 总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器 对不对 对 这个机器同时只能撑一千个人在线 对吧 但是我如果有一万个人在线 我这机器能行吗 那其他人是不是都在等待 别人就觉得你这网站 我十次或者访问十次都没进去过一次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肯定不行吧 现在你看那些什么百度 腾讯 新浪那些大的网站 对不对 你没感觉它有多慢 对吧 而且它的访问量是相当惊人的 是不是 那都是用一些负载均衡的技术 就给你解决这种访问的问题 那负载均衡什么原理呢 我一台机器 怎么呢 能乘十 比如说能乘一千个访问量 对吧 那我同时我装多少个 对吧 我根据访问量 比如说这点点点吧 点还有很多个对不对 我可以装很多个服务器 那有很多服务器那时候又不是访问哪个 他不知道访问哪个对不对 你可以用一些硬件设备 比如说 F5 既然你加那个路由器似的 这边插一个网线 这边插十个网线 对吧 然后给分发到每个地方 对吧 负载均衡 用软件 比如RVS Linux虚拟的这种分负载服务器也可以 如果用外部服务器的NX也可以做到 什么意思呢 总之不管用什么都很简单的一个配置 通过这个做负载均衡 比如说咱们用RVS这种技术 大家不了解了 可以查一下 那用户访问的时候都访问这个 对吧 他们有分发 就算你一个用户访问的时候 你第一次访问的时候 访问这个服务器了 一刷新有可能跑这个服务器了 你再刷新跑这个服务器上 是不是这样 这样的话 有1000万个访问 是不是均匀的分担到这么多机器上 如果访问链再增加 我横向扩展外部服务器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随着每年增加多少 我每年增加多少个服务器 对吧 这叫横向扩展外部服务器 明白 这个就叫做负载均衡的技术 这个跟我们讲的三身有什么关系 对吧 那用咱们前边学的绘画处理 对吧 那我一刷新的时候 第一次在这个服务器上 再一刷新是跑这个服务器上来 对吧 我们可以把网站的代码复制成多份 同步 对吧 但是用户的绘画信息它是实时的 不是网站开发的代码是固定的 对不对 热心开发的再全部一封信 是不是这样的 那绘画的是用户动态的数据 对吧 你怎么样的同步 那默认情况下 比如说先访问的是这台机器 对不对 在这台机器上 是不是文件处理存在这 对吧 那么把用户的绘画信息 保存到这台机器上了 因为你看我现在这个目录 是不是跟我现在的PP 和阿帕奇在同一个机器上 对吧 这个绘画控制属于PP的 PP又属于阿帕奇的 是不是这样的 那阿帕奇在哪机器上 那相当于这个就在哪机器上 那用户比如说访问这个 登录的信息写到这个赛事文件里去了 对吧 一刷新跑这个机器上 从这个机器里能读出这个用户信息吗 读不到 那用户在这个机器登录 在跑到这个时候 他就不是登录的了吗 是 是登录的 是登录的 但是他前面的那个技术做不到 对吧 那怎么能做到呢 有办法 比如说 假设我单独提出一个服务器来 专门存赛神信息 单独提出一个服务器 存赛神信息 那我可以怎么办呢 用文件夹共享的方式 大家都听过吧 对不对 我文件夹一共享 没得你机器是不是 访问我文件夹 像访问你机器文件夹一样 因为我做共享的 对不对 那在咱们做服务器第一 先做共享文件夹怎么用的呢 是用NFS或者是桑榜 对吧 这样技术 就类似我们都是文件夹共享 只是两个服务器 咱现在就理解文件夹共享 那在这里边有个文件夹保存赛神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共享给所有的机器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吧 共享给所有的机器 对吧 那我们再设想一下 现在用户在这里登录 把赛神信寫到这了 对不对 那共享的目录这里边是不是都相同 对 那我这个在读的时候 能从共享机械把它读过来 能解决这种赛神登录 对 但是 这种是可以的 用NFS或是桑榜 用文件夹共享的方式 保存赛神信息 就能解决不来捐衡这种什么 绘画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这种解决不了效率的问题 对不对 为什么解决不了效率的问题 你想 还是在同一文件夹上 还是有上千万个文件 对不对 输入输出找文件 也是不懂慢 对对吧 那有没有快的方式 或者是不仅慢 而且处理的时候 假如还是用原生态的 因为文件故享 跟咱们原来学的赛神没关系 对不对 对吧 比如说做一些加密 或者什么处理的话 自己在服务器上 是不是也麻烦了 也不好做 我们还有一种办法 假如说这个是一个数据库服务器 是一个数据库 比如说mysic 或者什么 传统的是用文件存 是不是这样的 嗯 那么我能不能将这个绘画信息存到数据库里呢 文件是存内容的 数据库识别是存内容的 对 对吧 那想象一下文件和数据库都是存内容的 那用数据库存 这些机器是不都能连接同样的这个数据库 可以 可以吧 那数据库存 我们数据库本身就是有一个什么软件处理吧 是不是 数据库本身就是一个管理系统吧 对 对吧 所以呢他查询增判改查效率 是不是他有软件管理 比直接写文件效率好啊 嗯 是不是 所以把塞伸给存到数据库里边去 这个前面你没接触过吧 没有 那咱们后边课程也要学到这部分 把塞伸写到数据库去 这样其他机器是不是也都能连接一个机器共享 可以 那数据库我们可以解决效率 本身对软件管理是有效率 对不对 那查找的什么呢 所以是不是还会查找快些啊 总之比查文件要快的多案 是不是这样的 再有 怎么的呢 数据库如果也慢的话 咱们数据库可不可以 怎么如果数量很大的话 咱们可以做分布分表啊 对不对 嗯 分布分表把它分几个机器 一个用来写一个用来查 是不是都可以啊 做主从啊 对不对 主从分布分表分机器 对吧 分区 那量的问题 你数据库可以解决 访问速度问题数据库可以写 读取的速度什么呢 它都可以解决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存在数据库 管理上操作上 都比存文件是比方便 对 所以呢 咱们可以把它写到数据库里去 对吧 那写的数据库为了访问块 一般都我们内存表写的 那说到内存 还有一种方式更好 嗯 什么方式呢 什么 内存是不最快的 对啊 而且用户的信息算不算是临时的 算 对服务器不用持久保存吧 不要 对不对 用户销毁的退空了 是不是就把它删掉啊 嗯 就算你人工呢 比如说不小心把它删掉 也没关系 用户顶多重新登录一下 不会有数据丢失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对吧 所以呢 他这个特塞线的特性 跟麦妹开始存储数据的特性 非常的像 嗯 对吧 那我们现在数据库都不用建了 怎么办呢 每个机器是不是都有内存条 对啊 对吧 咱们把所有的机器内存都用上 还如果你记得咱们前面学过的麦妹开始原理的话 你就知道 多个机器的内存条 咱们可不可以用哈利算法把它作为分布实用 可以 对不对 很简单吧 往里是简直读者是不是就行了 对 那内存你换存的或什么什么都不用做 对吧 因为他本身就是在内存里访问吗 速度上是可以保证的 对不对 存取上是很方便的 对 所以我个人觉得用数 用这个什么 内存去存汇化信息是最合理的 最合适的 嗯 速度上 最主要就是速度 对不对 然后这种分布的咱们用麦妹开始也都能解决 对不对 当然 如果说怕这个冲击机 那个花心 煤油村登陆有危险怎么办 怎么还可以把它存到哪儿 还可以存在no circle数据库里 下 redis用那种数据库去管理 对不对 更合适一些 对吧 所以咱们有很多办法 只要你会如何往这个文件里写 往数据库里下 我们还没开始去 我们就写 那么你就彻彻底底的了解了绘画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也知道绘画该怎么处理 对 所以呢 咱们后边的课程 重点讲解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 将什么 塞神 将塞神 可以写到 自定义的文件里边 你可以随便改目录 处理目录 对不对 写在数据库里边 写在麦妹开始里边 咱们选这三种就可以了 如果这三种不可以了 那你对塞神的所有的特性全了解了 你想怎么存 你想怎么处理 你就能怎么处理 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了 当然了 再回过去 再说一下 如果你做的是一个小的网站 对吧 这些就当高老师没讲科学性 对不对 没有必要麻烦处理这么多东西 对 当然了有很多矿炸的话 这些处理工程都是自带的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时间关系咱们这节课就先介绍到这里 好 下节课咱们继续来抛系 麦妹开始如何自定义存储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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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